〈音樂〉 如果一到十分 它的Q軟程度 我覺得大概只有 因為它這個碳板的這個硬度 還是非常紮實 你的這個腳上面的這個 驚豔程度 一定是全場最吸睛的一個選擇 但我覺得這雙鞋很難講它的定位 我覺得它很模糊 它就是一個要上不下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練梁澤瑞 這一集又回到我們的跑鞋評測系列啦 那這一集呢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有沒有看到我身邊這四雙 我們這一集要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一線探訊園跑鞋當中 各雙跑鞋他們擅長的地方 或是哪些地方是它的優缺點 所以這一集呢 我將一次實測四雙跑鞋 然後在各種不一樣的路段 不一樣的速度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的使用心得 OK那我們就開始跑吧 那我們第一雙要試跑的呢 就是這雙Suckney的Enduvin Elite Pro 那這雙跑鞋呢 其實我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去參加Trainage Taiwan 它就是我的實戰跑鞋 就是我穿著它完成我113最後的半馬賽事 那它的腳桿呢 在實際跑起來的感受 會是比較舒適軟Q的類型 那因為鞋帶還是這種痘痘鞋帶 我還沒有把它換回原廠的鞋帶 所以穿起來的感覺 在腳背的這個貼合度上 其實是比較偏舒適的 它會有一點點彈性 可以稍微往上支撐 所以在實際跑起來的感受上 就不會這麼覺得很壓迫的感覺 那它在跑慢跑的時候呢 你可以感覺到腳桿是非常的Q彈亂 很若穩定的 就它的落腳位置啊 第一個往下踩的這個地方 會非常軟Q 然後整個滾動的這個過程啊 你都可以感覺到中底給你很好 很紮實的回彈性 所以踩下去的感覺 會覺得非常的Q軟 但又不至於讓你會有覺得 不穩定往外眩的感覺 那在實際真的在跑直線加速的時候 我們這100公尺加速的感覺 還是可以感覺到 它的往前推進的感受是非常明顯的 因為它這個碳板的這個硬度還是非常紮實 所以直接在跑速度的感覺 也還是覺得它是非常有一定的推進效果 那如果說1到10分 它的軟Q程度 我覺得可以大概到8.5分左右 它的腳感是非常舒服的 那如果在實際衝刺的時候呢 它的推進感受我覺得大概只有7.5分嗎 應該有一點點會因為 它的腳感比較軟Q 所以會覺得速度感有一點點被吸收掉了 這是小小可惜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雙鞋呢 穿起來會滿適合給 你覺得碳板鞋可能會過度暴力 但是又希望它可以給你一定程度的舒服程度的話 那我覺得這雙鞋會滿適合推薦給你的 昨天被墊的地方 今天整個 酸軟沒力 今天我還沒吃止痛藥 他叫我要吃下癮藥 第二雙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前陣子我們也開箱過的 Nike Vaporfly Next Park第三代 那這雙跑鞋呢 上一次的評測體感 應該就可以很明確的跟大家分享 它其實腳感非常扎實 而且在落腳的這個穩定程度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這雙鞋在剛跑慢跑的時候 你會感覺落腳其實非常舒適 那穩定度夠的情況下 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轉換支撐 往前回彈力量 就它是感覺上很一氣呵成的落腳穩定 然後到你支撐通過垂直中心點之後 就給你很好的推進感受 所以跑起來的腳感 會覺得是很扎實 然後可以有一種安心感的感覺 那你如果真的在我們剛剛衝刺的時候 又會明顯的感覺到 它的這個推進感受是很扎實明確的 就是它的 砰砰砰 每一步的落腳往前推進的這個感受 非常的直覺 甚至我覺得它是今天評測的四雙跑鞋裡面 腳感最輕盈的 穿起來最沒有存在感的一雙跑鞋 然後又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推進感受 所以在數據上來看 其實吃四雙跑鞋當中 步屏來講是比較快的 也是觸地時間稍微比較短 因為它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步屏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的體感上 它就比較適合推進給 你可能是體重沒有這麼重 跑起來比較輕快 步屏類型的跑者 跑起來就可以用鞋子的這個幫忙 讓你可以維持很好的節奏 那在維持配速的情況下 就可以帶給你一定的幫助 如果1到10分 它的Q軟程度 我覺得大概只有6.5到7分 因為它是比較屬於 扎實比較硬派的感覺 那如果以推進感受來講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有到8分的這個程度 所以我會覺得它比較適合推進給 可能體重沒有這麼重 然後比較是高步屏類型的跑者 那我的體重大概是60公斤 174公分 現在這雙鞋呢 也就是大家應該也非常熟悉 就是美金種的WEB Rebellion Pro 那這雙跑鞋呢 上次評測的場景就在這邊 只是顏色不一樣 我們上次評測橘色版本 但其實是同一個鞋款 那這雙鞋實際穿起來的感受呢 可以非常明顯感覺到 它是今天的四雙跑鞋碳板系列裡面 最暴力的一雙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的腳的扎實程度 我覺得是四雙裡面最扎實的 所以你的力量 直覺的往下踩多少 它就可以回彈多少 所以會覺得這個速度感受是最明確的 在這四雙跑鞋當中 我覺得它的滾動慣性也好 扎實的程度也好 推進的效果也好 一定是無庸置疑是最暴力的 所以如果今天這四雙鞋 我們直接講街位 如果要推薦你一雙最暴力的跑鞋 無庸置疑的一定是 WEB Rebellion Pro手選 那它剛剛在我們跑慢跑的過程當中 你會不知不覺的 因為它的這個鞋子的設計 後腳跟這邊有點偏高 前腳掌也有點偏高 在這樣的滾動角度情況下 不平跟速度 會一直被慣性帶著往前滾動 它有點強迫你就是 有點像戰車的履帶你知道嗎 就會一直是 蹦蹦蹦蹦 速度是沒有消失的 一直帶著你前進 所以這雙鞋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可能就會配速有點不好控制 一不小心就有點超速 那回程我們在跑直線加速的感覺 在100公尺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明顯感覺到 它在速度很快的情況下 腳跟絲毫沒有什麼落地的感受 比較多都是前腳掌著地 就直接往前 所以它的速度感受是非常明確的 再加上它的抓地效果 我覺得這雙跑鞋裡面是最好的 所以這雙跑鞋在慢跑的過程當中 Q軟程度 我覺得應該以舒適性來講 或許只有5到6分 因為它是比較實戰派的 就是硬碰硬的系列 但它在推進感受 我覺得可以來到9分 應該是在我心目中 蠻高的一個推進感受的分數 當然除了碳板之外 還有它這個鞋型的設計 那如果這雙跑鞋 我要推薦給跑者的話 我會認為如果今天 是我要去拚一場 可能10公里 或者是最多到半碼的距離 然後我想要就是全力衝跑一趟的話 或許它會是我的第一手選 因為我覺得它是在推進效果來說 可以帶給我最大幫助的 但就是題外話 它也因為會這樣 讓你更快爆掉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自己斟酌 如果去戰鬥 我可能會選它 就像我上次去大班馬 我穿著它去跑全馬的距離 後段我就有點堅不住 跑到後面 小腿就快抽筋了 因為它的落腳的關係 會讓你小腿的力量吃得很多 那我覺得以半碼來講 距離或許是比較 適合勝任的一個賽事組別 那這個外觀呢 也是比較少見的 它是水墨系列 在目前台灣來講 應該也比較不容易撞血 但我覺得穿上它 你的這個腳上面的這個 驚豔程度 一定是全場最吸睛的一個選擇 第四雙 也就是這一次評測的四雙鞋裡面 第二高貴的 這雙定價也要9500元 那這雙是ADZ RAW Prime X 那這雙跑鞋呢 比較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布面來說 是全編織的 有沒有像一種 殘寶寶劫勇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是一個 不規則情況的編織布面 但是雖說是編織布面 但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不會覺得有太多的不穩定性 在它的鞋舌的設計 真的綁緊的時候會密成這樣 就是原本現在看起來 可能是比較寬的 但綁緊之後會變這樣 所以腳感上 你會覺得腳背非常貼合 但比較缺點的地方就是 這雙鞋 它的重量感受是比較明顯的 這雙鞋接近250克 在碳纖維板跑鞋當中 算是沒有這麼輕的跑鞋 那我覺得也跟它的設計有關 因為第一個 它用了三層的Light Thrive Pool 所以穿起來非常的Q彈 因為它用了三層 非常扎實的這個 一級的中底科技材質 那再加上它的鞋跟 也加上了兩三層的碳纖維板 所以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會覺得比較沉重 但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的腳桿上 落腳的第一刻 腳跟在慢跑的時候 會覺得沒這麼穩定 因為它的裹面看起來 它的這邊比較窄 所以在落腳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點點左右傾斜的感受 但是在滾動到中間 中足偏到前掌的位置之後 它的腳桿上就有很不一樣的變化 在前掌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側面的這個厚度 非常的厚 所以在跑起來的Q彈感受是非常明確的 在每一步的落腳都會覺得哇 線下去很像踩在沙發嗎?枕頭嗎? 就是很Q軟的穩定 但是隨之而來都是腳跟給你一個很好的推進效果 所以你會感覺的 腳桿有點三個階段 第一個落腳好像有一點點不穩 但是回到中足回到前掌的時候 非常的軟Q很舒適 就可以帶給你接下來往前推進的感受 但這種感覺在跑加速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這樣的困擾出現 因為在跑直線加速的時候 比較多都是中足天前掌落地 所以腳跟的不穩定感就不見了 但是也因為這樣 前掌比較軟Q的關係 會覺得速度感有點下限太多 然後再往前推進的時候 會覺得舒適過頭 速度有點不見 但是我覺得這雙鞋就是 大家都說它是一個 如果你是可以上凸台上總台的跑者 可能不能穿的犯規跑鞋 但你一般跑者來講 我覺得它可以帶給你很明確的 更舒適的軟Q程度 更明顯的推進感受 都是一雙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犯規跑鞋 就是它的厚度設計 其實是超過田徑協會的 5公分的這個高度差的設計 所以它是一雙 名副其實可以讓你感覺到 鞋子可以很明確帶著你跑 然後可以更好的穩定效果 很好的推進效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拿它來跑 比較快的跑步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沉重感受 是比較明顯的 再加上它的推進軟Q程度 會讓你跑到後面 肌肉會有一點負擔的狀況出現 但以這雙鞋的軟Q程度來說 我覺得它的軟Q程度 應該會落在 應該是8分到8.5分之間 非常的舒適軟Q 但是以它的推進效果來講 我覺得大概會介於7.5分左右吧 雖然是滿平庸 就是不上不下的分數 但是我覺得缺點的地方 就是它重量感受稍微比較明確一點 所以雖然說有軟Q有推進 但是也會覺得整雙鞋 沒有這麼一體性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雙鞋很難講它的定位 我覺得它很模糊 它就是一個要上不下的 你說它有推進有穩定也都有 可是又找不出它的優點 就你說索康尼的舒適 又跟它差不多 但是人家比較輕 然後你說它的推進感受 Nike也很推進 但是它的腳感又更靈活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就是一個 有點混合型的定位存在 但硬要講我想到了 它應該比較適合體重重的跑者 拿來當一雙有緩震效果 又有推進感受的一雙碳板跑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於這四雙碳纖維板跑鞋的評測啦 接下來我們還會試出另外一集的碳纖維跑鞋系列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品牌沒開嘛 大家知道的 如果大家對我們頻道其他系列有開箱興趣的話 例如說平常我們也會拍攝 除了跑鞋開箱還有賽事開箱 甚至單車的比賽開箱 當然最重要的還有我跟天母馮迪索的對決系列 你看難怪產生會輸給我 最重要的是我們最近還開了新的旅遊支線 我們除了開箱旅遊景點之外 還有一些飯店開箱 等一下 我們還有誰 畢竟是 還有打爆誰 打爆誰喔 這個可以講嗎 這個可以講嗎 林凱威系列 我自己講的都害羞 接下來我們繼續挑戰 我們頻道其實是越來越多元 除了原本的跑步單車之外 現在跨足棒球 還有一些旅行的行腳節目 你知道嗎 越來越多元 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多 還沒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陸續上線 請大家繼續期待 可是林凱威系列經理很強 去年可能可以打爆 他今年是勝利主守護神耶 哇 好啦 我是林凱翁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